阿里山領鐵通車一百一十一週年 由領鐵舊車廂改裝的徐悅號 在今天是正式亮相 這是以臺灣特有種鳥類 阿里山迎賓鳥作為設計靈感 而車廂的窗 而車廂的窗戶 是改成大片玻璃的透明 而且呢 視野是無死角 也裝有提供影像的無線緊急通話系統 當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讓司機員還有列車長 能夠快速判斷 新車廂現身民眾開心搶拍這列 領鐵舊車廂改裝的徐悅號 以臺灣特有種鳥類 誘稱阿里山迎賓鳥的立背靈曲 當成設計理念 車廂外觀採用熊鳥身上的藍色 橘色 紫鳥的淺黃色調則 融在車廂內部 選在二十五號 阿里山領鐵通車一百一十一週年慶 正式亮相 許悅號它是改裝列車 就是從原本舊有的這個列車 加以改裝的 那未來我們希望針對 鄰鐵的乘坐 我們可以提供給旅客多元的 這個乘坐的體驗 車廂捨去原有的紅黃既定印象 變裝後有大片透明玻璃 讓旅客在行進間欣賞更多角度的山林景致 車廂也分成家庭包廂 團客包廂以及瞭望席 更納入新的安全設施 設有無線緊急通話系統 可通話也能提供影像 鄰鐵表示無線緊急通話系統可輔助司機員 列車長在緊急時刻快速判斷 未來也會用在其他鄰鐵車輛 取悅號也會與福森號以及北門易租賃案 在明年一月上網公告招標 最快明年四月能營運 記者林韋庭 王陽庭 孟昭全嘉義報導